第三试题请比较甲乙丙丁四个试管内水溶液的浓度大小 我们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发现 我们的甲隔乙呢都已经饱和 它在相同都是30度C都饱和 所以它的浓度是一样的 知道甲隔乙的浓度要一样 答案就已经出来了 不过我们再仔细探讨一下 我们晓得我们的丙跟丁呢 它们都是可以完全溶解的 所以呢我们的丁溶解了8.0公克 而我们的丙溶解了6.0公克 因为这边呢最多溶解是8.6 这边最多溶解6.4都没有超过 所以丁溶解的8 那丙溶解的6 所以我们的浓度呢就是我们的丁会大于丙 而我们的甲根椅这边呢 10公克的水最多只溶解4.6公克 那么这边都超过 所以它们都不会完全溶解 它们都只溶解4.6公克 所以我们的丙溶解了6.0公克 就会比我们的乙来的4.6公克来的大 而乙跟甲呢是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是丁会大于丙 大于乙而等于甲 所以第34题问我们说 请比较甲乙丙丁四格四管内水溶液的浓度大小 我们答案呢选的是珠 甲等于乙小于丙小于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